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11月11号 全球超级计算大会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拉开帷幕 这场世界级的信息技术行业盛会 汇聚了全球顶尖超算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创新成果 与此同时 全球超级计算大会上还将举办国际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 这一次由来自全球15所高校的本科大学生组队参赛 其中 清华大学超算团队是参赛的唯一的大陆高校团队 我在2015年刚入学的时候 清华大学的那个超算团队获得了一次大满贯 然后我当时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以后 就感觉特别受激励 然后也去查了一下这一学科的相关的一些背景资料 然后就感觉自己也是对这方面有兴趣 这些比赛在清华我们都是以这种课外活动的形式来搞的 不管你这个比赛搞得再好 你不会对你的比如说毕业啊 或者说美门课的成绩啊 这个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所以大家真的是就是凭着对他的这个热情 然后在保证课业学习的这个前提底下来搞 于济平和队友们每周要进行十几个小时的超算训练 比赛前花费的时间更多 他们要全面测试计算机的运行情况 在更高的计算速度和更少的能耗之间寻找平衡 最通用的限制是任何时候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 我们所有的机器的功率不能超过3000瓦 一旦超过呢它会以秒计算的来给我们扣分 我们必须要把握好我们所有的机器的功率 可以说一次次的比赛改变了于济平的生活轨迹 早在2013年2014年 他在大连上高一高二的时候 就曾连续两年荣获全国中学生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奖 也因此得到了保证进入清华大学的机会 2015年高中三年级的时候 于济平又获得了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东令营 第一名并最终以全国第三的总成绩进入国家预备队 于济平的个人能力非常突出 2017年他加入清华大学超算团队之后 也面临着新的难题 那就是如何适应团队作战 如何统筹安排 尤其是2018年的这次国际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 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作为队长出征 什么意思 不是不是 他你把A1冒号 济平的话其实17年就进来了 然后跟着也打了好几次比赛 他的特点就是说比较稳 比赛现场他在的话 就是有坐镇的这种感觉 对所以再加上他各方面的素质都比较全面 所以我们就比较自然大家就想到让他来当队长 当了队长以后和一个作为一个队员的一个心态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作为队员的话可能会负责一道题目或者两道题目 但是如果作为队长的话 那就可能会更高层次的来看待这些事情 比如说会统筹各个题目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来做一个全局的这样的一些决策 经过反复推算 清华大学超算团队搭建好了计算集群系统 团队六名成员也根据自身优势进行了分工 整装待发 就在此时一名队员的签证出现了问题 我们是到那个周五要走 要出发去美国参加比赛 然后是到大概到周一周二的时候 他那个签证还是没有动静 我们换了另外一位队员 就是替补队员上场 就是相当于他是属于在我们出发之前几天 才得失这样一个消息 就是需要他来上场 清华大学超算团队迅速调整了分工 按照比赛要求 参赛队伍要对六个应用程序进行性能比拼 除了一个神秘应用以外 其余五个程序都会提前公布 就是说因为我们相当于是从一个空白的一个 就是一个干净的系统上面去装各种软硬件 所以说在系统搭建方面 包括软件装硬件的安装都这个能力会得到一定的培养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软件程序分析优化 就是对一个复杂程序如何分析它的瓶颈 如何优化它的性能 超算里边它做的题其实都是科学或者生产过程当中各个方面的 包括有这种刚才说的地震海啸的模拟 一些化学反应的模拟 包括物理上核聚变核裂变这种模拟都有 然后到现场之后的话 它是公布真实的要运行的那些数据 一方面是要能够正确的能够把它运行出来 这是基础 然后完了以后还希望它运行的时间越快越好 因为我们超算其实不停的在挑战的就是这个性能 这个速度 2018年11月12号晚上7点比赛正式拉开序幕 神秘应用的题目也随时公布 天气研究和预报模型 按照赛前安排 队长于继平和另外一位队员一起负责解决神秘应用 他可能是为了考察一个就是我们参业队员在场上随应变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么我们当时对于这套题目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挑战 当时我和那个于心健在场上 相当于是熬着一个通宵嘛 然后把这套题目成功的在我们的地上运行起来 比赛持续48小时不间断 队员轮班吃饭回酒店休息 于继平一直在现场 困了就躺在地上睡一会儿 按照规则 比赛期间不允许修改计算机配置 不允许重启 计算机连续运行程序 速度越快得分越高 比赛过程当中还专门设置了一个随机断电的一个环节 就是模拟 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它可能有时候电源临时性的可能会跳闸呀或者怎么样 所以它告诉你一定会发生 但是不告诉你什么时候会发生 比赛中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 同时比赛还设置了采访 参会 海报设计等环节 队员还需要在比赛中 向评委介绍自己的优化设计 团队还必须在48小时内 完成一篇英文论文 总体上这个比赛其实是一个非常考验一个队伍综合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就跟这个F1比赛似的 最终清华超算团队在满分100分的比赛中得了88.398分 以领先第二名11.518分的大比赛优势 成为2018年国际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的总冠军 很激动 这两天一直很忙 然后所以刚才要颁奖的 在宣布之前整个心都很紧张 然后最后终于发现失望了 整个一颗心就悬下来了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 国际大学生超算竞赛 和全球超级计算机竞赛 是三大国际性大学生超算竞赛 2018年清华大学超算团队 包揽了全部三项竞赛的总冠军 实现了即2015年后的又一次大满贯 我大一刚入学的时候 就看到我们的超算团队获得了一个大满贯 然后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兴趣 后来也加入了我们的超算团队 然后从队员到队长 然后最后我也自己获得了这样一个大满贯 就相当于我从一个兴趣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方向 这也是我未来会努力的一个方向 毫无疑问超算是一项国家战略性的一项技术 对于未来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 然后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学子能够通过超算比赛 然后来接触这样的一个领域 使得我们对于这个未来充满了期待 频繁的课外竞赛经历并未影响于继平的学习成绩 在清华超算团队获得大满贯的2018年 于继平的平均学分成绩年级第二 人们称他是天才 他却总是在说这是出于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小时候于继平也爱玩游戏 还在网上自学课程改造游戏 初中时更是在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算法知识学习的情况下 把三国杀游戏中的人物改编成了学校的老师和同学 一次次获得冠军很快乐 能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更是难得 青年就是有热情有激情 想法将自己作为一个能量场 在每一天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展现我们的正式生活 在科研这条路上 我一定会越走越坚定 越走越精彩 就相当于我从一个兴趣 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方向 通过努力去贡献 哪怕一点微小的力量 希望自己的表现不负重望 在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 王绍新 北京大学工学院能源与资源工程专业 2014级博士研究生 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读博这五年来 他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这间实验室中度过 早在2012年 王绍新还在读大餐的时候 就与同学们一起到山西某市郊区的 一吨粉煤灰库调研 这里的场景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那粉煤灰其实是煤燃烧过程当中 没有烧完的灰粪 然后它的这种堆积量实际上是可以以一吨来计算的 这个粉煤灰库呢 它占地面积非常的大 然后它的这个高度呢 没有几层楼那么高 然后就是由于这个粉煤灰它很轻 然后它也可以在空气当中悬浮 那它这个随风就会污染 也会污染大气 它的这个长时间堆积啊 它也会导致这个土壤的污染 还有这个地下水的污染 然后所以就是也是一个极待解决的问题 王绍新体会了什么叫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 也开始思考如何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改变现状 由于成绩优异 王绍新本科毕业后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对粉煤灰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按照传统做法 粉煤灰可以混进水泥混凝土 或者作为生产水泥混凝土的原料 可由于成品体积大重量重 运输半径有限 导致粉煤灰的消纳速度远远低于生产速度 我们看这个粉煤灰我们发现它的这个成分主要是二氧化硅和氧化铝 那它其实跟我们在制备陶瓷的时候的这个瓷土的这个成分是很像的 就是在我们眼里它可能就是一种放错了位置的资源 然后我们就想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然后让它变成然后这个可以有更高附加值的这样的一些功能陶瓷 然后让它去发挥它更大的价值 在教师的指导下 王绍欣开始了一次次的实验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产生的这个结果 然后不如自己的预期 我就要去反观我的整个的实验记录我去看是不是哪一步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再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对就是都是在不断的失败 然后不断的总结经验 然后最后可能能够达到一种稳定的一种状态 去产生自己理想的这样一种结果 王绍欣的不懈努力终于找到了实现目标的最优方案 主要是用的这个粉煤灰为主要原料 然后里面也添加了这个零美矿粉 零美矿粉它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它能在高温下产生气泡 然后这样的话这个陶瓷它就是一个多孔陶瓷 然后在这个陶瓷表面复材纳米材料 我们制备催化剂 然后用来治理废气 那这样就实现以废制废 这项研究不仅为大宗固体废弃物的高附加值利用提供了有效途径 也为催化剂载体提供了更低成本的选择 2016年 王绍欣和同学在实验成果的基础上 设计了一种一体化低成本 一拼装并且保温效能好的节能房屋 所用的所有的材料 包括桌子 包括地板 包括墙 全都是固体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的这样的一个产物 那我们的这个成果呢 也入选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然后也是这个领域唯一的一个入围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让人们惊奇的是 房屋墙壁内的轻质保温层的主要原料 竟然是热泰高炉渣 这个热泰高炉渣就是比如说我们冶金的这样的一些 溶溶状态的可能高达一千五百度这样的一些溶渣 然后我们没有等它冷却 而是直接进行的利用 我们也会添加一些其他的固体废弃物 像粉煤灰进去 然后我们进行喷吹成仙 然后之后就成为这样的一个棉栈 我们先有一层 然后两层 然后最后压到一起 它其实是一种无机的耐火的保温材料 至今王绍兴已获授权七项国家发明专利 都是以费制费的典范 其中部分技术已经在山西内蒙等地落地 资源的循环利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作为一名相关领域的学生 我希望能够通过努力去贡献 哪怕一点微小的力量 王绍兴的博士论文主要内容 就是利用粉煤灰制备催化剂载体 以及相关的应用研究 在他看来 粉煤灰是灰也是宝 只要功夫深就能点灰成金 变灰为宝 王绍兴还是北京大学工学院 一四级博士生一班党支部书记 除了强调理论学习和组织纪律 他还定期组织学术交流 便于大家开展交叉学科研究 这个博士生党支部 还对中国工业低碳发展 建言献策 探讨如何降低中国工业碳排放 等等问题 这些年轻的学子 都有着与王绍兴同样的梦想 那就是让天更蓝 水更清 实现少污染零污染 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感谢收看《道德观察》 我们下期见